圣赞好评 科技正在颠覆我们的世界 将工作流程自动化、家具不平等 创造出各种监控的工具与错误资讯 使民主饱受威胁 然而埃塞默鲁与强森告诉我们 一切还有别的可能 科技要走向何方 并不像风那样属于人类无法控制的自然力量 其实可以由我们决定 这本充满人性和希望的著作 带领我们思考 如何引导科技发展来提升公共利益 只要你关心数位时代民主的命运 绝不能错过这本书 哈佛大学政治哲学讲座教授 正义 成功的凡思作者 如果埃塞默鲁与强森过去的著作 还没让你成为他们的书迷 本书肯定能让你及时赶上 两位作者的文采斐然 令人沉迷其中 尤其书中讨论的 又是与我们密切相关的重要议题 强大的新科技对我们来说一定是好事 150年前的工业革命 真的为我们的曾祖父母带来快乐 今日的人工智慧 能否为我们带来更多幸福 阅读本书 对你的生活方式做出睿智的选择 普利兹奖得主 枪炮并军与钢铁作则 一部必读之作 扣人心弦文笔优美 论证严密 为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提出强大的解决方案 两位作者从历史借鉴 深入探究AI及社群媒体 如何压低薪资破坏民主 进而主张我们应该对科技的管理与掌控 发动一场革命 纵观历史 唯有在精英阶级被迫分享权力时 科技才能促进公共利益 而本书让我们清楚看一见 这在今日可能的样貌 Rebecca哈佛大学讲座教授 重新想象资本主义作者 透过书中这趟令人惊心动魄的旅程 带领我们探访从过去到未来 从新时期时代的农业革命 到AI崛起的科技发展史 全书以一条强力主线贯穿全局 科技的变革不是命中注定 科技的发展方向也绝非无法改变 尽管人类的制度并不完美 各种冲动也常相互矛盾 但人类仍然掌握主控权 我们有责任决定自己所欲 造的这辆车要驶向正义或是坠落悬崖 在这个自动化高速发展 钱与权的垄断似乎势不可当的时代 本书适时敲响警钟 提醒人类有能力 也必须夺回控制权 阿比吉特·班纳吉 埃斯特·杜弗若 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穷人的经济学 与艰困时代的经济学思考作者 在埃塞莫鲁与强森的笔下 超过千年的科技变迁史 壮阔展开 全书矛头直指经济学家 既对科技变迁抱持盲目的热情 却对权力倾斜严重忽视 这是一部早该问世的重要著作 安格斯·迪顿爵士 201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绝望死于资本主义的未来 合作者 这部大作让我对目前社会 经济与科技的汇流 有了更深的理解 本书除了具备历史与分析架构 也提出改善未来的具体建议 虽然种种批评毫不留情 却也激发我们对于未来的乐观情绪 VR万物论作者 AI革命究竟会让一般劳工的生产力上升 新劳度下降 或者只是创造出更多由机器人看管 剥削劳工 且监控严格的工作场所 这是我们必须探问的重要议题 幸运的是 埃塞默鲁与强森已经着手提出解答 提供清晰的历史脉络 梳理其中种种经济诱因 为我们照亮一条更好的前行路径 凯西奥尼尔 大数据的傲慢与偏见作者 我们的未来无可避免会随着 AI或webthrime等技术的加速发展所决定 至少有人是这么说的 然而 当代两位最伟大的经济学家 明确反驳这种科技决定论的论述 指出 在过去40年间 这种论述一直妨碍我们打造更美好的未来 如果足够幸运 或许未来 当我们回顾此刻 会发现此刻就是转捩点 众人再次承担起责任 为科技如何 形塑我们共同生活的世界 审慎做出决定 格伦韦尔 激进市场合作者 本书对于科技变革的过去与现在 做出精彩而全面的回顾 作者试图抓着我们的肩膀 及时遥醒 并告诉我们 别让现今这种赢家全拿的技术 继续对全球社会与民主前景施加更多暴力 对于科技必然性 Inevitability 这种有毒的论述 本书提供必要的解读剂 揭露科技的现实政治 是作为经济强权长久的特洛伊木马 偏袒少数人的逐利 罔顾多数人的利益 本书是应对未来挑战的重要蓝图 唯有当科技在受到民主权利 价值观 及维系日常运作的法律驯服下 才能促进社会的共享繁荣 监控资本主义时代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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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华